今天我们的正道题目是 新冠 新风采 我们是用当年耶稣所呼召的门徒 扫罗 亚 也是保罗 他在人生中如何得到了永生 并且得到一个死命 借着他的服饰 画出一道人生的彩虹 今天还在发光 今天还在对我们有影响 因为他是信心的 有信心的人 他人虽然死了 依然借着他的信心来说话 因为他去到主那儿 但是他的人生在两千年前所做的事情 和我和你今天在所做的事情 怎么能有联系呢 我们也是领受了永生 我们也有个人生的方向使命 那我们怎么画出你的人生彩虹 耶稣说我来了 叫你得永生 并得得更丰盛 那个丰盛的生命 你怎么展示在你的家庭中 展示在你的社区中 展示在你的学校里 展示在近处远处呢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属灵的功课 每个弟兄姐妹将来有一天都到 耶稣的台前交账 谁也不能代替谁 但是我们都可以彼此鼓励 同走这条异路新冠 新风采 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今天是主日 如同许冲居姐妹 许大姐所祷告的那样 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 你呼召我们 因为你的爱吸引我们 我们放下生活的重担 放下生活的忧虑 分别出今天为圣归给你 我们自己也奉献给你做活计 将我们的眼所看的 口所说的 耳朵所听的 心里所存的 头脑所想的 我们的脚所走的路 都在你的恩典中 主啊 因为我们奉献给你 你就悦纳我们 透过我们彰显你的荣耀 主啊 我们感谢你这丰厚的 丰盛的恩典 奉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这段的经文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 因为是使徒保罗 在他的生命的最后的阶段 回顾他的人生 他讲了一个得救的见证 之后也讲了一个浓缩的福音 刚刚所读的这段的经文 就是这位使徒 因为他本来是不认识耶稣的 本来是逼迫教会的 本来是迫害基督徒的 但是在神的恩典里 神拣选了他 在圣经刚刚所读的这两段经文 就是他在一个被抓了 在锁链的时候 靠着镣铐来到政府的官员面前 用当时的普通话 希腊话 做了一个这样的见证 非常的重要 因为他是犹太人 在他被抓之前 他是用自由传道的形式 去至少三次去寻回不道 把耶稣的福音传 变周边的地方 后来他被抓了 被抓了就不传道了吗 传道 上帝依然用他在被捕的时候 带着镣铐 也还是成为基督的死者 其中刚刚所读的经文 就是最后一次公开的做见证 圣灵感动作者 把这段经文写出来了 我用了三次讲新冠新风采 也是在我们教会四十五周年 即将有唐庆之前 把这个被神重用使用的使徒 他个人的见证 和在教会拆绘中间的作为 让我们有一个回顾 我们也用了两学期主日学 讲学使徒行传 为什么 因为我们都是跟随耶稣的人 这位保罗 他跟我和你一样 都是一个性情的 如同今天站在台前领思的 亚伯拉罕团契的弟兄姐妹 如同我们站在台前 献尸的 受三福训练的弟兄姐妹 他们不是超人 他们跟我们一样 有血有肉 有家庭 有子女 跟我们一样 身体也有这样的软弱 或者那样的病痛 但是 因着神的爱在中间 因着这个十字架做支撑 他们依然可以唱一首赞歌 依然可以靠着耶稣夸胜 依然可以做见证 来信人来到面前 传讲福音 这就是我们基督徒 一直到这口气 被主收回去 保住我们信仰的晚节 叫保住晚节 因为我们已经立志跟随主了 而且我们跟随主 到底 这些弟兄姐妹 就是一个集体的见证 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那使徒保罗 在他的人生中 他已经成为了一个 带锁链的死者 他把他的逼迫教会 残害基督徒的见证 讲出来了 之后 他所逼迫的教会 就是耶稣 耶稣向他显现 所以你用脚踢刺 是难的 有人说 不是逼迫基督徒吗 不是骂基督徒吗 不是打基督徒 怎么变成打耶稣 骂耶稣了呢 为什么呢 因为当每一个人 受圣灵的感动 悔改 口里承认 耶稣你是我的主 受洗加入教会 你就成为 耶稣的身体的一部分 也就是 耶稣是这个身体的头 我们这一批 已经信而受洗 连于头的 是他的身体 我们小的时候打架 你不能说 我打你一下 我打你胳膊了 不是打你 打你这儿 才算打你 就不会这样的吧 打下手 也要打你了 你这个身体 是一体的 所以在这样一个 常规的道理中 耶稣说 你不是逼迫基督徒 你是逼迫我 你不是残害基督徒 你是残害我 所以耶稣才向他显现 本来是教会的仇敌 或者逼迫教会 其中的一员 就有他 耶稣显现 复活的耶稣显现 耶稣已经复活 向他显现 把真理的光 照到他的心里 而且这个光太大了 当时他眼睛就瞎了 他瞎了三天 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别人扶着他 本来是骑着马 要去这个城里 耀武扬威的 带着他的手下来 抓基督徒的 结果耶稣显现了 把他一照 从马上掉下来 什么也看不见了 神向他亲自显现 对他说 我要呼召你 要去外面传我的名 要让外邦人的眼睛得开 他的眼睛忙了 还让别人开眼 开的是心眼 这是神对他的呼召 他说了 我要拆你到他们那里去 叫叫他们眼睛得开 从黑暗昆向光明 从撒旦 魔鬼的泉下 因为魔鬼用死 抓住每一个人 魔鬼是用死亡 抓住每一个人 因为人人都得死 他用这个死 抓住我们世上的人 让我们拜他 听这个魔鬼的话 来反对神 来爱这个世界 但是当神的仆人 被领受呼召 他说你要从黑暗 归向光明 带领他们 从撒旦全归向神 又应信耶稣 今天唱的第二首歌 除了耶稣 没什么名 这首歌 耶稣就是救主 当我们说耶稣 耶稣什么意思 耶稣就是 救赎主的意思 当说我的耶稣 那就是我的救赎主 基督呢 因为耶稣是救赎主 基督就是神的 高力的君王 他比加拿大的 这个我们说总理 权力还大 比美国的总统权力还大 也比我们祖国的 这个政党的主席还大 因为他是 整个宇宙的大君王 叫做基督 基督是希腊文的 发音 有人说基督什么意思 基督就是在 原有的记录 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中间 他为了保留基督教 最原始的这个原况 你要说是神 那每个民族都有神 你要说上帝 太好 上帝是我们华人 文化传统中天坛 我们人都拜上帝 或者喊他老天爷 也可以 但是和这里圣经所讲的 这位道成了肉身 33岁被钉在十字架上 埋葬三天复活的 耶稣 这怎么能联系呢 耶稣是犹太人 这怎么样中间成为了 全人类的救主呢 这就是非常奥秘的真理了 说你来听道 你能听明白 哦 原来 耶稣就是救赎主 基督就是这个33岁的人 是神所拣选的 神所高立的君王 而且这个王的王位 一直到永远 他不会下台 不会轮换成别的王 这就是主 神 耶稣 基督 就是我们所敬拜的 所侍奉的 虽然我们现在 不能用我们这个肉眼 看见他 因为他已经复活了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我们刚刚宣告 我们的信仰 我们相信神 三位一体 圣父 圣子圣灵 三位一格 但是又一体的 那现在主耶稣 是坐在父神的右边 将来他会再来 更新宇宙 审判活人 死人 他是王 每个人 基督徒要交账 世上的人 要接受审判 那种审判 可不得了的审判 如果你看圣经的启示录 你就知道 那个审判 不仅天遥 地动 那整个 所有有形子的 被原子 分子 被各种元素 组成的这些物质 全要解体 全要被火分烧 要更新宇宙 叫做新天新地 如同我们的教会说 从实使命 警醒 祖灵 祖会再来的 如同我们知道 世界是有末日的 你有一个生日 你也一定有一个死期 不以你的想法 我就想永远活着 不可能 你这个身体 一百岁就没了 就会死的 长命百岁嘛 长命能多长呢 但是在 这位保罗的生命中 他遇见了 复活的耶稣 耶稣是复活了 像在显身中 看见耶稣这个形体 因为耶稣复活了 是带着一个身体复活的 不是灵魂 不是我们的思想 不是你的精神 他是带着这个身体 不过这个身体 不是你的这个肉体 是个灵体 不受时间空间 能活到永永远远的 一个身体 所以有灵 魂 体 他是 完全的人 同时他又是 完全的神 当保罗遇到他了以后 虽然眼睛瞎了三天 但他的心眼看见了 他心明眼亮 他知道 哦 原来在我们犹太教 所认识的这位神 他道成了肉身 他就是 被大家逼迫 钉在十字架上的 这位 三十三岁的小伙子 是耶稣 他又是神所高立的君王 是基督 他从死里能够复活 证明 他是神 证明 他是主 证明 他不被死亡拘禁 证明 他可以战胜世界 万口当承认 万息当跪拜 只有耶稣是主 无论是你现在承认 还是将来大审判的时候承认 他已经就是主了 不过你现在承认呢 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在你现在还在世上的时候 借着圣经的启示 传道人所讲的这个纯净的福音 定精的意思 你口里承认他是主 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恩典就临到你 就从现在就可以蒙恩 当然将来还有更大的恩典 求主帮助我们这批同胞 我们来到北美这片土地上 你的学业 你的事业 你的家业 包括你永生的福子 都在这位复活的主的身上 他会给我们 而且给的我们是更丰盛 当这样的一个福音 临到了这位保罗的时候 也叫扫罗的时候 他领受的使命 使命就是你要做什么呢 他就要传福音 他的传福音呢 就对亚伯基王啊 这位王 我故事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说我们基督徒 有一个异象 使命 因为神对他猜浅的 基督不是他自己说 我想做什么 是神让他做这件事情 这个叫做异象 非常奇异的景象 复活的耶稣向他说话 你要做这件事情 我派你去做 这叫异象 你知道神对你这个人的异象吗 神要你做什么 你知道你的人生要完成 神交给你的什么样任务吗 我们在小的时候 上小学的时候 老师呢 语文老师就会提一个 课文的题目 就是我长大以后 完了就让你写一个 五百字的三百字的文章 当时我们小学生 或者你们又不懂 就是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 现在长大才明白 老师为什么要说 我的理想 我长大以后呢 为什么让你写这个 是让你立字 叫你早一点 给一个字项 有的时候我想长大了 当什么什么什么 那就你要学习有动力了 或者你长大了 我想做什么什么 你就学习就有方向了 选理科 还是选文科 对不对 你就有个努力 不过但是你不一定选对 不过有些调整 这就是我们十五岁 十五立字 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顺 七十 人生古来西 就是 这是我们华人 在人生中的一个方向 那是你的想法 圣经说 这是意象 每个基督徒 上帝只造一个你 他一定有一件事情 是托付你做的 有这件事情 只有你做 那个天国的那个蓝图 放上你这个位置 才完整 你有你一个独特的 别人不能替代的角色和功能 在教会里 在神的国度里 上帝要用你 不然造你干什么 那咱们就拿机器人 都是一个模子造出来 不 你的手指 你的这个手指 我们叫指纹 在你放在你的这个 出国进海关 都让你把手放上去 过去好像就放一个手指 现在把五个手指都压上去 而且还用尽压 厌名正身 因为你只有 你有一个指纹是独特的 当然 你在神的眼前是独特的 既然你是独特的 上帝造你 他就有一个独特的任务给你 这就是你的意向 不然你昏昏噩噩的 吃穿住行 三顿饭一顿饱 三顿饭一顿饱 一转眼就老了 你还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但是 神的话 对于这个人 他知道他要做什么 就是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向 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马利亚 直到罗马首都政府 直到地级 西班牙 这个人 他做了他 神给他的任务 我们这一二百人 我们现在全教会四百多人 我们来到加拿大 你要做什么 你要求问神 神啊 你把我从园居地 用你的方法 带到加拿大这片土地上 要做什么 为什么中国有十多亿人 还在中国土地上生活 有上千万的基督徒在那 那把我带到加拿大来干什么 把我带到美利经福音堂 来做什么 你要求问神 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 我们可以来到团庆 来到教会 找牧师 传道 祷告 神啊 你要让我知道我干什么 难道说我就到这来 做一个我的梦吗 不是神有个心意 那意象 第一点 你一定要找到神 对你的意象 对这个教会 我们教会有意象 我们教会的意象 叫做使命宣言 已经写在我们的教会的会刊了 我们都会知道的 我们教会已经四十五周年了 我们很快就有一个庆祝 我们教会有意象 有使命 有价值 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年刊上 都登出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 每一年我们有一个方向 这是今年的方向 重拾使命 进行主令 为了达到 使命 能够整体 我们整个教会有一个使命 普通话堂呢 所以我们才 预备了四次的退休会 今天一会儿 黄春海指示会报告 我们怎么能把这样一个 给这个教会的使命 再次拿起来呢 而不是放在一边 自己忙自己的事情 就像马大使的 忙得焦头乱隔的 或者是不忙 不是要听听神的话 神啊 你要让我们教会做什么 让我做什么 你要求问 因为我和你 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是我们知道 谁掌管明天 谁掌管明天呢 主耶稣掌管明天呢 他让你明白 不要当一个糊糊涂涂 要当一个基督的门徒吗 那使徒保罗 他就用他的生命见证 画出了 第一他有异象 而且这个有异象 不是把他放在旁边 就在那 说一说而已 他是 脚踏实地的 沿着神所指定的 这个人生的方向 一起往前走 勇敢往前走 无论面对 内部的 冲击 外部的挑战 和他身体的软弱 他都可以 勇往直前 他在这个时间被抓着 在政府官员面前 做见证 他说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异象 这个异象是神给我的 我就这么做 而且是从犹太权力 外邦 劝勉人 他只做一件 劝勉 第二点 他去干什么 传福音 他就劝 悔改吧 悔改吧 悔改 来信耶稣 因为这世上太多的 满天神佛 世界上灯红酒绿 太吸引我们这些 活在肉体中的人了 像今天我感谢神 你能来到美地敬福音堂 这个店没什么节目 我美地敬福音堂有什么节目 非常简单 我们就是来到礼拜堂 有人欢迎你来 请你进来 接着找一个位置坐下 借着耶稣 这是主餐台 这个台是主餐台 就是耶稣当年的身体和血流下来了 我们每一个月都纪念耶稣 借着耶稣 听神的话 受洗 敬拜十字架上的耶稣 他复活了 你看我 你一走进来 本身这就是一个 基督教的核心的一个轴线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一位父 所以我们才称呼 姐妹 称呼弟兄 我们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我怎么能叫你弟兄呢 我们也没有什么亲缘关系 我怎么叫你姐妹呢 就是因为有耶稣 他把我们所有的人类的关系 更新成为一位天父 我们都是弟兄姐妹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 耶稣是我们的大哥 耶稣是我们的 是长子啊 大哥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 在中间有没有当二哥的 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 我们华人呢 有的时候歧视 歧视别人 其实我们华人有种族的 当在城市里工作人员发现 乡村人来了 我们会歧视他的 我们能说打公主吗 其实也是歧视的 来到国外 我们叫外国人叫老外 叫老外 谁是老外啊 你跑到人家 加拿大 你叫人外国人是老外 发现老外中间 又来了另外一个老外 我们说印度人 我们怎么称呼他 我们就是三哥 印三哥 还好没叫大哥 不错 其实我们的观念呢 我们的想法 对人呢 我们也有很大的歧视偏见的 来到美丽静福音堂 也是一样 我们南方人 北方人 我们讲粤语的 讲英语的 所以今天你要问一问题 美丽静福音堂 45年了 为什么上帝在这个地方 又用三个语言的会众 放在一个堂会里头 他怎么不就是用 完全用英文 一言堂 全英文就好了 他为什么要在 这样一个环境 把粤语人讲一批 讲英语的人讲一批 讲普通话的人讲一批 而且放在一起 揉在一起 我们的会议 大家都说 彼此在揉 为什么 你也要找到答案 如果你找到答案了 你坐在这个地方 就心安理得了 因为不是你想来的 是神把你带来 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做一些 他让你发出来的声音 你是讲普通话 你是说普通话 名正言顺 对方讲广东话 就讲广东话 也是 名正言顺 对方在这儿 长大的孩子 他英文第一语言 他就讲英文 我们小礼堂 英文在崇拜你 他是用他的 最好的语言 最好的生命 见证主 当然有的人 有恩赐了 既能讲广东话 又能讲普通话 又能讲经文 还能讲法文 日文 什么文 感谢主 但是你敬拜神 你最好用你最好的 你的最好的是什么 那你知道 你的最好的语言 是什么 你发自内心的 唱出一首赞歌 天歌唱起来 我们在天上 保罗 有意象 第二 他也有一个使命感 他真的是 脚踏实地的 在中间 做的见证 从耶路撒朗 犹太全地 向外邦 见到人 就讲 他怎么信耶稣的 见到人 就传讲 只有耶稣是救主 还跟人家辩论 辩到后来 人也是要 那时候把他打死的 因为犹太人 想杀 因为犹太人 你说犹太人 不是信耶稣的吗 不是 犹太人 他是信 耶和华上帝 他们对 道成肉身的真理 他们拒绝 把耶稣 定在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 不知道现在 整个犹太人的民族 大部分 他们是拒绝耶稣的 中间也有人 相信耶稣 也有教会 但是整个犹太民族 中间的大部分人 就以色列人 他们是拒绝耶稣的 什么时候 他们能够信耶稣呢 什么时候 就是等你 我和我们的家人 外邦人 有一个名额 达到了 耶稣的那个救恩 才让整个以色列人 全家悔改 哎呦 我们这几千年 一直拒绝的 逼迫的教会 拒绝的那位耶稣 原来是我们的弥赛亚 但是这个历史 还在继续往前走 现在中东在打仗 以色列和当地在打仗 那我们也要祷告 求主书行 以色列犹太人的灵魂 让他们跟我们一样 可以认识耶稣 当然保罗是犹太人了 他信耶稣了 他有异象 他有死命 接着呢 他也有环境 因为那些人要逼迫他 要抓他 要打他 要杀死他 把他告到法庭了 他现在带着锁链 说 然而我蒙神的帮助 第三点 难道说 比如一打你就倒 一推你就垮了 那怎么能表达出 耶稣的生命呢 他在这种内忧 外患各种事情的压力下 他还可以站立在面前 公开地做见证 我是基督徒 我见过耶稣 我侍奉耶稣 他说 我蒙神的帮助 直到今日 还站立得住 就是很多人推他 踹他 打他 就希望把他 打败 但是他今天 还能够带着锁链 站在这位王的面前 为耶稣说 这就是十字架的能力 感谢神 就像我今天说 亚伯拉罕团契 我们有五六十位长者 当然我们也有 尼西米团契 中年人 也有我们的青年 父母团契 雅各 也有我们的青年 单身就业团契 的菲利 或者我们有不同年龄的人 有的时候 弟兄你们就找到牧师 我有些事情 请你带导 当然说出来的 都是一些 难处 压力 困难 重担 那我们就要祷告 祷完告 站起来 继续侍奉神 因为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 是不容易走的 但是我们是退后呢 是被打倒了呢 还在那里爬呢 我们要看到 这个跟我们有一样性情的 使徒保罗 他可以在各种的环境中 为主见证 他还可以在被抓在这时候 他还说 我在这个时期 我还能站立着对着尊贵 卑贱老幼做见证 所讲的就是福音 福音是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基督 罗马书也是保罗写的 他前面这句话 基本就是把他 在信仰中的福音 就概括地讲出来了 在你的圣经 罗马书第一章 开宗明义 他跟当时的 罗马教会说 耶稣基督的仆人 保罗 奉召为使徒 特派传神的福音 第二节 这福音 是神从前 借着众先知 在圣经上所应许的 他说的圣经是旧约圣经 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 论到他儿子 我主耶稣基督 这就是福音 你说福音是什么 就是我主耶稣基督 不是他的主耶稣基督 也不是他的主耶稣基督 是我主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说福音是什么 我主耶稣基督 你这个名字一出来 这就是福音 至于说我主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做了什么事情 说了什么话 成就了什么 那你就给他解释一下 解释完了 对方明白了 接受了 他就有永生 就这么简单 福音是本是神的大能吗 因此我们这批 特别现实的弟兄姐妹 他们经过训练 讲见证 传福音 传福音 讲见证 我还是说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有的时候会碰壁 有的时候会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方也不容易明白 就像我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眼科专业手术 你怎么可以说 来来你给我做个手术 没瞎了就弄瞎了 同样 传福音是救人灵魂的事情 你不经过训练 你怎么传 你自己没有经过训练 你怎么训练别人呢 一直保罗才说 你要教导那些 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 世代同堂 所以我们教会 美经福音堂 四十五周年了 我们至少三代同堂 在我们中 我是说信仰的三代同堂 我们这儿最年轻的会友 就是我们的小私琴 也不能现在叫大私琴了 就是周欣 Rex 他是在我们教会 是在普通话堂 在沙发上蹦来蹦去的那个 他在这儿信耶稣 在我们教堂受洗 在我们这儿服侍 他的妈妈 是我们普通话堂知识会的主席 他的先生周强 帮我们去抬每天的煮入午餐的食物 一抬两三盒子的 一家人 塞斯丰 当然还有 他的兄弟周欣也都在这儿 三代同堂的呢 那我们也 就是高天喜弟兄 和林祝仙姐妹 接着他的儿子 这个儿媳妇 还有那小艾蒂 你看他跑来跑去小孩 三代同堂 这个是年龄的 那信仰的三代同堂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批信主的 我们在这儿带一批人信主 这批信主的人被装备起来 像我们这样 再带下一批人信主 就是三代 最好就是四代同堂 保罗在牧养教会 在宣教室上 他说我们要 把你所学的 教导那些 忠心能教导别人 感谢赞美主 荣耀贵有天赋 我 从兰志成牧师 张传华牧师 彭景威传道 学了三元福音的方法 之后 我就照本宣科 来教导我们这批弟兄姐妹 我怎么学的 我就怎么教 我学了百分之百 我也教百分之百 他们这批人 我们有何建青 颜红宇 李青 还有王美荣 荣洪文传道 李师母 他们都是三副教师 接着就有一批队员 你看我们是三代同堂 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怎么学的 你就怎么教 你不要改 我加点什么 不行 传道人就是不能改 你改了 你改一点 他改一点 等到传了第五代了 就要面目全非了 说三副训练 是帮助我们弟兄姐妹 在这个堂会 学习训练以后 我们可以比较完整的 体验执行大使命 凡耶稣所教导我的 我就教训他们遵守 现在我们做基督徒的 绝大部分是 你是做一半的基督徒 就是我听了福音 我信了 凡事了 耶稣不是让你这么做的 耶稣是你所学的 你要教导别人了 这是完整的大使命吗 而你什么东西 能够教导别人呢 那我们至少有一样东西 可以教的 就是三福门训 感谢赞美主 巴不得我们 第四期 十月份开始了 我们也像使徒保罗那样 在你的人生中 画出一道 神给你的七色彩虹的人生 你可用不同的方法 在美丽信封堂 李牧师 搞体育的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人到中年 四肢软弱 头脑更简单了 只知道耶稣 并他定十字架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感谢你 两千年前 在哥哥他山上 你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 我们全人类的罪 和罪债 都担负在十字架的 耶稣你的肩头上 你所留的宝血 让我们得洁净 你所摆的身体 让我们得救赎 我们信了 我们接受了 我们知道 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 谢谢你 让我们的人生 不再一样了 你也给我们 有一个大使命 就是要为你做见证 把你的名字 就是我主耶稣基督 传给周边的人 近处的 远处的 实体的 线上的 凡接触过我们的人 我们都要为他 做见证 传福音 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 使徒保罗的历史 他的生命的见证 传福音的角中 主啊 你也用我们画出我们人生的七色彩虹 荣耀天父的名字 奉耶稣名字祷告 阿们